你知道西方专业占星师最常用的免费占星工具是什么吗? 你知道如何查找和保存名人的准确出生信息吗? 假如你还不知道的话,赶快收藏好这期视频。 今天我们要介绍的网站叫做ustrol.com,它又叫ustrol dentist。 打开的方式,我一般直接在网页的地址栏搜索ustrol.com, 打开之后呢,就会直接进入到这个网站。 现在我们就进入到首页。 用了这个网站的人名字叫做Mark Pottinger, 他是美国的一名占星师,同时也是一名计算机程序员。 他在1996年的时候创立了这个网站, 最初的目的是使用计算机,帮助占星师排出准确的星盘。 那么在此之前几千年的历史时间里, 占星师的星盘其实都是手动计算的。 首先,它就非常的复杂繁琐, 一张准确的星盘可能需要至少几小时的计算。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查询各类图表,包括经纬度, 包括星盘的夹角,可能不够精确。 那这个网站创立之后呢,就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因为它是一个公开的免费的网站资源。 主要是在有网络的地方使用任何设备, 都可以通过这个网站排出一张准确的星盘。 伴随着最近几十年占星术的发展、复兴, 现在市面上有很多专业的收费软件, 购买一个专业的占星软件至少要几百美金。 但是其中90%的信息和功能, 据说我们可以直接通过这个完全免费的网站查询到。 很多免费的星座星盘网站都可以排出一张个人本命盘。 但是在此基础上, 这个网站还可以进一步地做所有的运势盘、 核盘、图表、占星地图, 并且它里面包含了一个非常全面实时在更新的星盘数据库。 里面可以查询到很多国外名人的出生信息资料。 里面还有很多占星学专业的基础知识, 以及可以用来学习的资料。 总之吧, 对专业真心感兴趣的人, 尤其是一些还没有购买专业软件的初学者, 网站可以说是一个最专业、最全面, 可以说是一个宝藏网站吧。 那我们有没有必要购买专业软件呢? 当进阶到一定程度之后, 有一些专业技术的图表, 确实是只有软件能够排出来。 但是像我的这个Solofare屏幕上的这个, 就要花费300多美金, 并且它只能装在一台设备上。 所以像我外出的时候, 不可能随时带着电脑, 那么需要排排我通常是用手机的一个APP, 或者就是这个ostro.com这个网站。 因此呢, 免费的和付费的资源其实是可以共同使用的。 这个网站的存在已经将近30年的时间了, 那功能已经全面到其实足以成为一个收费项, 但是他的创始人就坚持把它作为一个免费的公开的资源, 以帮助更多人对占星进行了解, 学习占星, 尤其是对一些初学者而言。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事情吧。 下面我就开始为大家讲解一下如何使用这个网站。 首先从搜索名人星盘开始。 在东方国家或者是华人社会, 很多时候我们只能查询到一个名人的生日, 甚至有时候像一些从政人员啊, 从商人员啊, 那种各样原因吧。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他们很信命, 他们不希望别人拿着他们的这个生日信息去算命, 所以很多时候连自己的出生日期也是选择不公开的, 在他的公开资料上你只能查到他是哪一年哪一月出生。 另外一个原因是几十年前很多人可能习惯用阴历, 那么他登记的证件生日信息可能是一个阴历的, 而不是公立的生日, 这样子就可能会造成一定的混乱错误。 与这个情况相反的就是在西方国家, 因为他只有一个公立, 所以至少在生日这一项上不存在任何的偏差。 另外就是很多国家很早就开始使用出生医学证明, 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比较权威的官方的记录资料来查询一个人的出生时间, 就是可以精确到几点钟出生, 以及他的出生地点。 另外还有一些名人在自己的传记啊, 回忆录啊, 网站啊, 采访啊, 这些过程当中提供过自己的出生时间信息, 尽管在任何一种情况下都很难保证百分之百的精确, 但是终归这个信息是有迹可循的。 那么在掌握了一个人的出生时间以及出生地点的情况下, 我们就有机会建立起一张包含有准确公位的出生图, 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个人星盘, 所以出生信息资料是一张准确星盘的基础。 那么加拿大的一位女性专心师Louise Roten, 就曾经在她的议程中展开过大规模的名人出生信息资料搜集, 到1996年也就是ostro.com这个网站建立的同一年, 当时的数据已经达到了三万多条。 这就是新盘数据库的雏形, 英文叫做ostrodatabank。 这些新盘数据呢, 首先付费的软件大多数是有包含的。 另外一个可以查询到的地方就是ostrodentist这个免费的网站。 现在我们就回到主页, 在右上角可以看到一个搜索栏, 我们可以直接搜索名人的名字。 这里面有一些我的电脑上过去一段时间的搜索记录, 那我们就以第一个爱德华巴士为例, 因为我自己平常在写作研究当中也很常用到英国王室的星盘。 他们最大的优点是从出生那一刻开始, 以及人生当中很多主要的事件都会有公开的记录。 他们生平的事件, 包括时间的记录都是非常准确的。 很多其他的名人, 他人生的早年以及个人的私生活其实是没有痕迹。 所以我们搜索这个爱德华巴士可以看到会搜出好多个页面, 除了他本人之外还有一些和他有关联的人。 那我们就打开第一个他本人的页面。 这个就是打开爱德华巴士的主页之后, 里面有几部分的信息, 左上角是有一个出生信息, 这个单独的一栏里有他的名字, 有他的生日, 出生时间, 出生地, 其中呢这个出生时间是当地的时间, 也就是按照当时当地的时区计算的。 再往下面有他的出生信息的来源, 以及资料的准确程度。 最后我会专门开一期视频给大家讲, 再往下面有他的生平简介, 包含了重要的事件。 这部分的介绍相对于wikipedia没有那么的详细, 他主要强调的是生平的一些具有准确时间的事件, 以及能突出这个人性格和人生走向的部分。 再往下拉是关系栏, 这里面关联了他人生当中重要的人,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出现在这里面, 里面的人呢大多是有单独页面的, 也就是说人生比较精彩, 比较知名, 或者比较有故事的人。 通过点击里面的人名, 可以进入到这个相关人物自己的主页, 比如说这里的辛普森夫人, 我点击一下就可以进入到辛普森夫人的页面。 他的这个主页构成也是一样的, 有自己的出生信息栏, 右面有他的心盘, 下面有他的个人简介, 人际关系, 再下面就是人生当中重要的事件, 那我现在个人事件这一栏里面, 比如说辛普森夫人和爱德华巴士结婚的这个盘, 那我现在点击进去, 出现的这个页面呢, 就是一个单独的事件盘, 是他们结婚的事件盘, 接下来我退出, 然后再回到辛普森夫人的主页, 然后找到他的人际关系里面, 假如我想要回到爱德华巴士的页面, 我就直接从他的关系网络里面点击爱德华巴士的名字, 然后就可以回到爱德华巴士的主页,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每个主页右上角的这个心盘, 这个已经排好的心盘是有不同的公威体系的, 你可以根据自己平常用的比较习惯的公威体系选择一个, 因为我是现代战亲时, 我也比较习惯于在个人心盘里面直接能够看到焦点, 所以我选择第一个plus does, 点击进入之后就会出现一张非常大的, 很有细节的心盘, 这张个人心盘的左上角有它的名字, 出生信息, 公威体系等内容, 中间是心盘的主体, 可以看到我选择的这个公威系统, 上升下降点都非常的明显, 还有天顶天底, 但是图的里面不会直接显示行星的度数, 要往下拉在左下角, 所有的度数都有标注, 另外它还有一个简易的相位表格, 这张大的心盘是图变格式, 可以直接保存, 但是如果你想对心盘行进行进一步的编辑, 这网站还有一个功能, 就是把名人的心盘直接保存到个人数据库里, 我们现在回到astro.com爱德华巴士的主页, 可以看到它的个人信息栏最底部, 是它的太阳月亮上升星座, 在下面有一行带链接的小字, 链接它就可以把心盘信息直接添加到自己的页面, 比如说当你想使用一个名人的心盘进行推运, 进行合盘, 你就不需要再把它的名字, 出生时间出生地一步一步的输入到你自己的资料信息里面, 而是可以直接通过这个捷径一键添加, 当然大多数的付费软件也可以做同样的事情, 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免费的网站, 可以使用这样一个功能还是非常人道的, 那我们现在就点击这个链接, 点击这个键之后呢, 这个页面会直接跳转回你的个人主页, 我们现在先点击最左边的这个小图标, 它的功能是最简单的直接显示心盘, 顺便说一句哦, 我现在是一个guest user, 从右上角的登录状态可以看得到, 因为我之前的个人账号里面呢, 有很多我个人的, 还有我朋友的, 私人的出生信息, 我不希望它显示到这个视频里面, 所以我就把我原来的账号退出去了, 但是在有客状态的时候呢, 这个网站会自动分配一个用户名, 即便没有注册的话, 你的信息也可以保存到里面, 但是当你换一台设备的时候, 就没有办法找到你原来保存的信息了, 所以现在我的这个里面一共只有一张心盘, 就是我刚刚保存的爱德华80的心盘, 我们点击一下, 点击之后又会自动跳回主页, 我们选择的就是最左边的这个图标, 点击一下, 屏幕上就会显示出爱德华80的心盘, 这个心盘因为是在你的个人页面里面, 它看起来的格式和公共页面直接保存下来的不太一样的, 但是在你进行个人的修改编辑之前, 它所显示的内容其实是完全相同的, 这张图同样也是一张图片格式, 你可以把它保存到电脑里, 因为它现在已经进入到你个人的数据库, 你可以随意对它进行修改编辑, 修改之后的图片也是可以保存的, 后面我会为大家详细的介绍, 比如如何修改工位体系, 如何选择一个你自己喜欢的这个盘的格式和颜色, 或者如何添加一些不常用的心盘要素, 这张简单的心盘上面有两个工具栏, 左边的这个PDF功能是一个付费注册用户的功能, 但其实完全没有必要, 你可以把这张新图保存成图片, 然后用任何一个office软件把它整换成PDF就可以了, 右边这个键是免费的功能, 我们点击进去, 可以看到一个PDF的数据文件, 里面有详细的排盘信息, 有所有的行星的位置, 运行速度以及赤尾, 有所有工位的角度, 以及一个非常详细的相位关系表, 这个文件也是可以免费下载和保存的, 下一期视频我计划为大家介绍添加和编辑个人心盘信息, 但是在这之前建议大家先进行一个免费的注册, 以免自己辛辛苦苦路路的信息丢失, 如果你是第一次进入这个网站, 可以直接点击右上角注册, 因为刚刚我已经保存了一张新盘, 这里面有一个关于我的不完整的记录, 也就是说我现在这个游客状态没有密码保护, 我只需要点进去把自己的资料补充完整就可以了, 这就是点击之后的页面, 我们可以在上面的个人基本信息栏点击创建一个注册用户, 点击之后是调整到这样一个页面, 今天我就用一个新的email来注册, 需要填写的信息就只有你的邮箱, 密码, 名字, 这些最简单的个人信息, 这样子的话有一个好处, 假如我在外面用手机, 我也可以随时随地找到之前保存过的新盘信息, 那么我填写好密码, 再次确认一下, 因为是我自己的电脑, 我选择一直保持登录状态, 如果大家是借用别人的机器, 或者是使用公共设备, 一定要注重个人信息和隐私的安全, 这样子OK, 注册就完成了, 现在我就是一个注册用户了, 大家再看右上角的图标, 已经变成了绿色, 我是Lisa, 也是纽西专星小姐姐, 感谢你观看我的视频, 我是一名专业占星师, 持有美国开普勒占星学院专业占星学位和占星资质, 我最擅长的占星领域, 是情感资讯与合盘, ACG星盘地图, 运势推进与择时, 以及从灵魂眼花的视角进行个人星盘的解析, 目前我正在写作自己的占星书籍计划, 在2024到2025两年间出版, 并且我从2023年底开始做自媒体平台, 希望为大家分享更多的专业占星学知识, 假如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 希望你可以帮我点赞关注, 有了你们的支持, 我才能够将自己的平台做下去, 假如你想要进行个人星盘咨询, 欢迎你通过个人简介中的联系方式找到我, 我在YouTube, Facebook, Inz, TikTok, WeChat等平台的页面都叫做扭西占星小姐姐, 谢谢大家, 下期见!